其实翻李老师相册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您跟太太跟王老师 一起出国旅行的照片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们导演呢 就做了一个合集 对 一个九宫格 你看有丹麦 西亚 加拿大 美国 土耳其 南非 法国 瑞典 挪威 您二位走了不少地方啊 反正啊 从改革开放之后 生活也富裕了 这将近三十年吧 跑了将近五大洲 将近三百个名城 三百个名城 这张我觉得特有意思 这张特好玩 这后面这位他应该也都特熟 是陈朵老师吧 我爱人啊 一个是不挑食 不摘袭 还有一个本是 随地大小睡 随地大小睡 吓死我了 有一天我们在捷克 我们走这个旅游团 我说今天我累了 咱们休息一会儿 正好一个椅子 我们俩就坐那儿了 他们过来的人看 这随地大小睡 就在那儿做各种怪样 所有的外国客人 都围着我们哈哈大笑 就拍着这下 就是他们在您后面照相 您都不知道 这陈朵 是 对 还有一张 就在草坪上这个 这是我们在英国呀 就他这个工艺房 有二百多米 前面就是绿草地 我带着他们 喊口号大家做操 全是六七十岁 有着八十多岁的人 就在这儿 我特别羡慕就是 李老师经常带着 王老师能够出去旅游啊 还有就是他们这一辈子 相濡以后的这种 爱情和感情的状态